春节假期以来,广西南宁市的广旅南宁之夜街区人气火爆 1月28号晚,街区内人头攒动,摩肩接种 街区从1月14日开街至25日,12天内突破百万客流 最近数日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 街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设计,融入诸多潮流元素 其中的飞移美食和壮香文化表演备受游客喜爱 从大林初一到大林初三,这几天人流量比较多 大林初一人流量达到了14万 像我们油茶卖的也比较多 我们一般每天带的货都供不应求 所以有时候乘的乘不过来 有时候上千碗 他们都喜欢吃那些甜食啊什么 还有小吃都喜欢吃 像那种甜品的话都是卖的300多碗 我们拿来东西基本上都买完 广旅南宁之夜有机融入 吃、喝、玩、乐、够等十大文旅因素 突出夜游游览、民俗体验、美食品鉴、情景互动四大主题 每天固定时间段都有舞师表演、飞移打铁花、篝火晚会等活动 让民众及游客体验撞相风情与现代国潮元素的碰撞与融合 我们的主要活动形式就是喷火演出 然后和观众互动跳舞之类的这些 然后还有竹杆舞呀 就是少数民族比较代表性的舞蹈都有 看到那么多的游客我也很激动很开心 然后游客们也很热情 下一步 广旅南宁之夜街区将深入挖掘底蕴深厚的文化资源 植入新型的休闲业态 力争建设成为全国知名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 助推南宁夜经济繁荣发展 后期我们运营的一个重点方向 是将壮香文化、国潮文化和一些各地的名优特产产品 进行深挖、打造、包装 去突出我们一些广西的南宁的一些特色产品 让全国的游客从饮食、娱乐上去感受到南宁的一种热情